在鲜员装鼠乳的转介之下 福特除臭袜厂商特别捐出2000份的义菌口罩套 并在今天由县政府分送给县内27个社福团体 捐赠了2000个这个口罩套 让我们的这个宜兰官的这些社福团体 弱势团体的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 或是有需要的这些长辈们 在他们照顾的工作之余呢 能够延长我们口罩的这个使用次数 那相对的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口罩呢 保护的就是可以多次的使用 那所以口罩套呢 它是可以做清洁使用的 那也就可以让我们的口罩套 口罩呢多次的使用它 那这个口罩套它的资料是公园院 这边研发出来的 具有防疫的效果 所以说很好用 那我们平常手套口罩戴这样子 会有喷漠 所以说一天至少一个 那有这个之后可以重复使用 Fooder创办人黄立宗表示 为了加入防疫行列 该公司特别将一条生产线更改 来生产液菌口罩套 并且赠送给投入防疫工作的人员 借此延长口罩的使用期限 刚好就拟出一条生产线 那就是制作这种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液菌棉沙 液菌瓦嘛 那我们用我们的原料 去制作我们的口罩套 这个可以 因为目前政府就是提供的口罩 就是还是不足 那我们提供这种口罩套 它可以延长它口罩的使用期限 这样子 想说就是制作个四万个左右 帮助全台湾各地 不交前线单位 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县长林芝庙非常感谢业者的协助 透过捐赠防疫物资 来照顾社福机构的工作人员 也期盼借由黄立宗创办人的 公善意举 来鼓励更多民间团体 加入防疫的工作 那今天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创办人 黄立宗先生呢 他特别捐赠了两千个这个口罩的 这个衣镜的口罩套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装俗领言的引荐 让我们呢 这个袜套呢 在最需要的时候 能够呢 及时雨 那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这两千个呢 我们要准备捐给了这个第一线的 还有社福的这个机构 让这些呢 需要的朋友们呢 能够呢 得到了很好 很好的这个 这个口罩 县长也呼吁 乡亲做好自我防疫措施 县政府会连结社会资源 共同协助大家度过防疫艰难时刻 一起拼出宜兰健康好生活 爱新口罩套 让爱共襄盛起 怡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来吧 起码 旋律